大家看台中的南頓區 一個六十八歲生的第一老大人 行動不方便 都是他六十九歲的牽手 的照顧 前一陣子 他的姐太太也很興奮 這個阿公是發救命 但是四點前後才有出逼 發言 聽到去報案 老婆的姐太太也不幸過 她說是提起 像這種老人照顧 老人的家庭 應該就要有經濟通報的 救助 救助系統 警察人們的家庭一直滑 不過就是沒有人來開門 想說人員隨機拿到破壞器材 只要到家裡來救人 只看到警察來了 沒辦法行動的電視阿伯 今天拜託救給人員 先去看看他的牽手 原來他的牽手分到底在家裡 當時還有四名真相 不過通常天然不一樣的大小 意思是小丁風 不如這個父親是因為 手救不及 選過四門 台中健康日前下到報案 南東有一個民宿 有人混到需要救館 到達發現是一個六十九歲的父親 他看到救人是他的 王室的弟兄阿伯 因為他的家庭都在外地 這個阿伯也因為無法行動 看到救人看到四點外見 才有處邊聽到 因此不良於是無法即時查看 氣息狀況 有交集不已 長達四小時不間斷地呼喊救救 醫師表示 近年來越來越多參與是這樣 人家中部的保障照顧家庭 由於這個照顧這麼年會比較大 做生身心都受到不少的壓力 在家裡也必須安徵 經濟通報救助系統 看到有的緊急服務員是放在手上 那甚至就是一跌倒 他就是可以去除 就可以去按壓 那有的是放在房間 比較容易看到的 除了說叫有沒有 跟說其他的一些 領域長可以多去探視 我們大概建議是這樣子 醫師建議 照顧家已經比照顧家 要維持臨力時間的活動 買在套櫃1966 登教後部轉帥 來先進相關的機器 跟轉席後部 降機以外化身的機會 繼續台中總的報道